我從小到大都在男生堆裡生活耶 機械工程科工專 輔大體育系 這不是都是男生的世界嗎 我是很多人的乾妹妹 乾妹妹 男生如何拔那樣 我都知道 哈囉大家好我是KK 嗨我是阿嬤 你破音 那我今天先讓我開場 因為製作人說要考試 考什麼 我不知道他會問什麼 但是如果你們想知道他會問我們什麼 就是訂閱我們的音樂頻道 訂閱的時候 可以按讚 開啟小鈴鐺 你們有沒有很快速的確認關係過 哪一種確認哪一種關係 很快速的確認這個人 我要跟他交往 你好像約會的第一個月 你就跟我求婚了 不是你嗎 我記得 哈哈哈 那個時候你求婚完之後 我覺得我回答蠻漂亮的 我現在都很多世界上 沒關係 因為這個系列的影片 他就是會照一種 最高級的路線 但是我的回答真的很漂亮 我問你喔 就如果你們在交往的第一個月 你們就跟人家求婚 你們會希望女生回答你什麼 你們會希望女生回答你什麼 再看看 如果女生回答就不得了了 這就真的只能看看了 騙人啊 你說男生覺得騙人還是女生 都騙人 你覺得是衝動嗎 衝動 我覺得都是衝動 你不可能這樣回啊 你這樣回就沒有要走下去意思 給面子啊 你說再看看 那你為什麼給 我們再相處一下 這有一個關鍵點喔 因為我們再相處一下 這每個人聽著解讀 感覺是不一樣的喔 所以我前面有加一句 我還蠻喜歡你 我真的很喜歡你這個人 我覺得我們呢 現在就是謝謝你 說想要娶我 就是先感謝這個over 先給堂次了 對對對 然後再拒絕你 沒有我先拒絕啊 我說可是我覺得 我還年輕 那跟你比我的確是很年輕啊 所以沒有啦 我就先 我自己要先退 我就會說 我覺得如果 我現在立刻跟你說好 你一定也會覺得 我根本對你自己好過 這個隨便 對 所以請給我一點時間 讓我再認識你多一點 他有感覺到是 你會覺得 男生那個時候心情會好一點 我也認識很多 玩家等級 喔 為什麼 我從小就剛好在男生堆裡生活耶 舉例 我機械工程科公專 福大體育系 這不是都是男生的世界嗎 你被騙了什麼東西 我最厲害的是 我都沒有被騙了什麼東西 但我學到很多東西 男生如何把那樣 我都知道 我是學長們在帶著我去玩的耶 我是很多人的乾妹妹 乾妹妹 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因為他們就有在幫我看我 交往的男生 所以 我其實 避掉很多雷 那麼請問KK老師 在確定交往前 男生有什麼觀察點 可以提供給女生參考呢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 看他做的事 不要聽他說的話 很多女生就是 第一時間就會 聽到 就說 哇他好喜歡我 他好愛我 他對我真好 要看事實 可能過去也有男生 有這樣子 告訴你過嗎 很多啊 對啊 所以 他有經驗嘛 他就有經驗之後 他就會衡量 那衡量的時候 就不會那麼衝動 出來走跳 誰沒有被騙過 然後第二個是 女生這方面 我自己遇過這樣的狀況 就是 你很快對方跟你講 一個承諾或是什麼 你自己就會角色扮演 你就覺得我是他的誰 所以我要照顧他 我要提醒他 其實事實不是這樣 大部分都是個人的幻想 然後你慢慢長大 你會知道說 欸真的不是幻想 不是就幻想真的只是幻想 所以男人就是 我覺得 要 聽聽就好 喔 我覺得要挺挺看看 不是挺挺 挺挺看看 那麼請問師長 當初是看到KK老師的 什麼優點才決定求婚呢 我從小就讀一方面生活嘛 那其實在我原來的婚姻關係 不是在我 你可不可以講壞一點 當然要在你原來的婚姻 不是 要聽到 要聽到 要聽到錯的地方去 為什麼 我們交往一個月之後 我就會做這樣的一個決定 這個緣分來了 你怎麼去認定這個緣分來了 我從我們的交往的過程當中了解一件事情 他很多的層面很細心 他能夠感覺到我比較隱性的那一面 我沒有主動說出來的這個部分 那我很清楚的知道就是 他會是 我會去想要去更了解他 然後未來可以 希望一起生活的這樣的一個對象 沒錯 那麼在交往後 關於心態方面有什麼建議給大家 我自己覺得 我已經在過往的經驗裡面 算是 有一個很大的 妳學會做什麼 還好 還好 當我只是女朋友的時候 我就只做女朋友的事情 就是我不會去做老婆 或者是媽媽的角色 因為我就不會去幻想說 我要照顧你的人生 或者是我想要去幫你做決定或什麼的 我就是很快樂的跟他相處而已 其實我覺得應該這樣說啦 你剛剛講到就是說 在一個月裡面我會跟你求婚 其實很簡單的概念是 其實我們兩個人 其實在短時間之內 其實我很清楚一件事情知道 就是說 我們兩個人都是各自獨立的個性 當然 有一些事情面向 他不完全百分之百的獨立的 那因為 我們人都是一個群居的一個動物 所以 事實上只是在盡量去找到 你可以一起相處的活動 對 重點就是說 基本上就是沒有重點 沒有 所以沒有重點的意思就是說 太多優點了 兩人在一起 他是開心的 這是很重要的錢 那當然在這過程當中 很多東西沒有強迫要對方非做不可 或是說 我跟你相處之後 我就一定是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幫你做好什麼事情 KK老師身邊有許多追求者 施杖是如何拔得頭籌 就是說 我自己對我自己有一定的自信 但我對於感情這件事情 我從這邊沒有強 我覺得他有一點很厲害的是 他會天天看我的線動 跟我的Facebook 你的粉絲也可以啊 對 但是 那時候跟其他人的差別是在於 譬如說我在說 我人不舒服 其他男生會在第一時間就傳說 你還好嗎 要不要去照顧你啊 然後要不要帶你去看醫生嗎 他是直接出現 他根本不問你 我那時候會覺得他的行動力很驚人 然後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我在現在長大的階段 比較知道 更知道怎麼跟男生相處 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點 就是我把我的嘴巴關起來的 女生我覺得就是會比較有母性 所以會很想要照顧男生 男生我覺得也很妙喔 男生是希望女生是會關心的 女生關心你 可是如果一多 你們會覺得女生麻煩 沒有啊 我覺得你這樣很好 沒有 我們剛剛聽到的抱怨不是這樣 你有種就不要剪掉這段 對 第一段不要剪喔 觀眾我們又看到這一段 我覺得大家現在都會用一些標準來評斷說 這個男生是不是真心 可是我覺得有一些標準是很容易出現誤差 譬如說我們上次提到 這個男生會不會為你出錢 我覺得這個東西我自己會有疑問的點是因為 譬如說他的收入是在 10萬塊以上好了 那他對於出錢這件事情 他的範圍就會比較大 因為他的能力比較強 那如果說這個人他現在的收入在這個階段 他沒有辦法花那麼多錢幫你解決 可是他很真心的要為你付出 你不就錯過這樣的人了 如果你是用價格來判定 所以我就是行動派 這不花錢 果然是魔羊座 是不是 勤奮武力 賺一個讚 吐下星座的黃棍給他 所以呢 其實我覺得 大家也不需要調列是什麼重點 沒有啊 你有感覺 其實你有感覺 這件事情才是重點 因為如果你覺得這個人 你就是感覺 你第六個已經覺得怪怪的 你就相信自己的直覺 他一定是某種程度 就是有問題 我的想法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我們每個人都要為自己人生負責嘛 所以當下如果你覺得他是值得你去付出的人 那你決定好了 就去做 那所有的一切呢 基本上你自己就要去學習 因為我想兩個人一起相處交往 到婚姻關係 事實上他 事實上都是在學習的 我想每個人都一樣 我的想法很簡單 就在於是說 我一旦決定了 那我就是要勇往死前往前 然後呢 去面對所有可能發生的問題 那我們在這過程當中 你就要學習去溝通 去面對 然後讓彼此能夠一個比較和諧的 協調的情況之下 去經營這個一個關係 那我想是提供大家的一個參考 每個人想法不同嘛 那不管你覺得我們今天討論的是好是壞 或許我覺得如果有不一樣的想法 或是你自己有想法 那可以留言讓我們了解一下